社会消息来看到黑白双煞持刀闯宫庙 在新北市三峡的李山神宫 三号凌晨有两名嫌犯 持刀撬开宫门破坏保险箱偷了香油钱 庙房损失五万多块 庙房人员当下也特别请示王母娘娘 神明就说歹徒近日会落网 警方果然成功一天内以车追人 逮到窃贼 凌晨两点多两名男子撬开庙房大门 直接闯进里头 直接两人穿着一黑一白的帽T 化身黑白双煞 手上还拿着蓝拨刀 在宫庙里翻箱倒柜 连偷好几个香油箱 更直接拿走整个保险柜 接着大摇大摆离开 事发带新北市三峡区的李山神宫 歹徒似乎是看准地处偏僻 才会下手行妾 庙房原以为这边监视器不多 恐怕抓不到妾贼了 赶紧请示主神王母娘娘 神明透露歹徒近日就会落网 警方漏夜追查 果真在24小时内待到人 黑白双煞第一时间还想否认 警方同时在他们身上 搜出毒品安肥他命 原来他们是兄弟党 哥哥疑似是缺钱买毒 才会带着弟弟闯进庙里偷窃 如果遇到什么问题的话 我都会就是何长跟我娘娘说 你要协助办案 没想到存在 好像是短短24小时以内 然后就破案了 警方以车追人 一天内火速破案 也让庙方相当感激 追回信众香油前 大胆在神明前做坏事 想逃也逃不掉 介绍的周周灵新美食采访报道